包括外人和我,我们十二个人,当中有七个龙牙的,五个棉包师傅,一个学徒,还有一个前台的。 我叫Marcus Wolfner,中文叫何莫凯,然后我来自德国。 是去年三月份从宁夏搬到长沙,就是为了经营把河西点。 我们已经很多年就有做手工方面的工作的这个想法,然后外人一直都特别喜欢红杯,我们都知道就是吴庄荣去年就离开中国。 然后我们听到他们就是在这里帮助龙牙人这个星期以后,我们也很感动,然后我们就觉得我们很想做这件事情。 他找戒指经营这个店的人的时候,我们就跟他联系。 我是去年三月份来的,然后五月底他走了,所以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在这里跟他学习。 每天都很亲密地跟他合作,然后特别特别享受。 他是很善于沟通的一个人,特别愿意分享他的知识。 能那么多年用那么稳定的方式经营下去这样的一个小店,其实我觉得是很好的事情。 他把店里的这些流程也订得很好。 生产部的这个管理也做得特别好。 基本上店还是以前的样子。 几乎所有的员工还是留下来的。 然后我们也没有打算在这方面做任何的改造。 就是我们希望继续照片龙牙人,继续培训龙牙的学徒。 我在中国的时间就加起来的话大概五年多。 然后变化太大了。 在现代化当中的一个国家,当然变化特别特别大。 你就去任何的一个城市,你就看到城市的外貌的变化特别特别大。 我是一个视觉行为主的一个人,所以我特别喜欢美的东西。 然后我想到中国新年,我想象的就是一个在中国北方的一个老胡同。 然后房子都是灰色的,那种老墙。 这个小胡同或者小巷子里有一些几棵树,然后树叶子都掉了,然后外面很冷。 这些小房子的门上就有贴着这种对联。 然后我觉得特别特别美,这个灰色和这个红色在一起。 然后可能天气也很好,太阳出来了。 我这周在这里附近在长沙骑自行车找了一个地方。 然后也进了一些老巷子,一下子就忽然看到这样的场景。 然后我就想,啊,纯洁到了。 然后就很开心。 这个是我想象的纯洁在长沙骑道找到。 对新年有什么计划?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员工在店里面可以在家发挥他们的潜力。 我们的员工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。 也可以学到一些新的技能。 我们最近开始,特别是我爱人,开始做一些新的产品,研发一些新的产品。 我们的员工是很有创造力的人。 然后我们要给他们这个机会就可以自己研发一些新的产品。 也让他们参与一些管理。 我已经看得出了,有些人他们完全有做精英自习的这个能力。 或者这个潜力吧。 然后我们希望可以就提供给他们这个知识。 然后可以提高他们的这个水平。 提高我们的培训的质量。 可能可以跟一些职业学校合作。